怦然在心动作为恋爱类型的综艺节目 观众也同时被男女嘉宾之间的感情交流深深吸引 随着大结局的结束 舞对男女嘉宾之间的感情在镜头记录中闭幕 但属于他们的恋爱故事并没有完全结束 即使离开节目组的镜头 互有好感的男女嘉宾仍在亲密的相处 与节目组最后牵手的两组嘉宾 王子文、吴永恩携手参加了活动 黄毅、崔伟被拍到一起观看了展览 这些都是进一步加深感情的条件 除了王子文、吴永恩和黄毅摧毁的甜美外 怦然在心动其余三组嘉宾都没能成功牵手 在观众眼里 没能牵手自然会有点遗憾 即使是男女嘉宾在对待感情上的不同状态 也会让不少观众觉得女嘉宾似乎只是把节目当成了工作 并没有真心对待男嘉宾 从节目镜头呈现来看 男嘉宾似乎在为爱情付出更多的努力 只是观众忽略了节目已经被剪辑过的事实 再说了 在镜头前男嘉宾所展现的样子真的是他本人吗 女嘉宾不能在短暂的时间内真正了解男嘉宾 观众可以通过几期节目的表现来决定两人的关系吗 再说了 随着男嘉宾越来越多的真面目出现在观众面前 多数观众甚至庆幸当时女嘉宾没有选择牵手 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恐怕就是如此了 就王林与方蕾的感情发展而言 在许多观众眼里 年过半百欲有意思的王林无法配得上方蕾 因此当王林提出终止约会的要求时 不少观众都觉得他做得太过分了 并且有点做的感觉 说到底从节目镜头上看 方蕾能对王林开心 能细心照顾王林的生活 个人条件方面同样属于佼佼者 这样的条件还愁找不到对象吗 结果条件如此优厚的方蕾竟然遭到拒绝 观众自然对王林的选择感到不解 曾有一次感情生活的失败 让王林在选择伴侣时更加谨慎 而现在就凭方蕾的口碑 王林的谨慎并没有错 当然在心动节目镜头 让方蕾从一个素人变成了有一定知名度的公众人物 当然这只是节目观众的范畴 但每个吃瓜观众的能力都不能小觑 那些曾经的生活照还是被发现了蛛丝马迹 最后让观众质疑方蕾的人设 选择合适的服装 选择合适的造型 当然这也是每个人的权利 方蕾有权决定自己该怎样生活 但前提是不欺骗别人 不伤害别人 这样看来 方蕾作为男嘉宾参加 碰然在心动就是对王林的一种伤害 与此同时 除方蕾外 碰然在心动中另一位男嘉宾李元涛的口碑也同样受到影响 酒醉事件显然只是李元涛的一个缩影 让白冰感到失望的同时 也让观众感到不满 甚至在对李元涛过去的生活进行剖析后 他的形象更显得站不住脚 也许不只是娱乐圈的艺人有人设 当一个素人出现在镜头前 他就在无形中为他的人设服务 无论是方蕾还是李元涛 最后受伤的都不可能是观众 而应该是同时出席节目的女嘉宾 在这个基础上 导演组的选角似乎出了很大问题 事实上 在摧尾之前 与黄毅约会的男嘉宾还有另外一个人 就是那个阴黑时被爬出的男嘉宾 最终被节目组一剪眉 而摧尾不过是顶替另一个男嘉宾重新拍摄 无庸置疑 怦然心动是一部高质量的综艺节目 但是对于女嘉宾和观众来说 节目组在男嘉宾的选择上显得有些草率 恐怕这也会成为下一季女嘉宾参加节目的障碍 如果不能确定对方的真实想法 女嘉宾还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情感发展中吗 如此看来 怦然在心动的节目呈现效果还能继续吗 对此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讨论